現在就在中環碼頭 其實感受到的風勢比今早7點和8點已經弱了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身後 其實都有一些市民在長椅上坐著 偶爾看到他們可能要打開把傘 遮遮雨水 其實我們看到綁住在欄杆上的橫額 偶爾都會被一陣吹來的海風 吹起90度角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天空 其實都會看到一些烏雲開始形成 但現場其實未開始落起狂風骰雨 不過天文台預告了 原規的外圍雨帶會今晚為本港帶來狂風骰雨 除了我們看到其實在岸邊坐著市民之外 其實我們去到新杜輪公司的旁邊 他都貼了一些告示 就說了其實一些高速的船 和普通的杜輪都繼續維持服務 當我們問到一些碼頭裏面的營運商 一些小食店 今晚何時才會開始關門呢 他們就說當天文台要等到8號訊號 生效之後才關門 其實我們偶爾都會見到一些高速船 的來到 其實不少在離島的居民 都繼續來到市區的當中 很多人來到的時候都說 不擔心今晚會有8號風球 如果當今晚有8號風球的時候 就選擇在市區留宿一晚 晚安